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完整的當一部電影的配樂 音樂總監這樣子 我覺得參與夏日樂悠悠這部電影 可以算是緣分吧 第一我覺得有緣能夠認識馬導 馬祖城大導演 我覺得是一個蠻開心的過程 因為一開始是先朋友介紹 然後後來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關注他的作品 然後也很欣賞他在這幾很多年來的一些累積 跟每次呈現都是給大家很新鮮的idea 我覺得那是最新我的一點 因為我作為一個音樂人我當然是覺得說 每次看電影的時候我都會特別關注音樂 電影配樂這塊跟主題曲或者是整個氣氛 我認識馬導之後我發現他也是一個對音樂非常敏感 非常注重的一個導演 所以我覺得整個跟他合作的過程是非常愉快 而且讓我覺得對電影圈子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我雖然是唱流行歌曲 但是我在從四十歲就開始學古典鋼琴 然後算是比較對各種各方面不同風格的音樂還蠻感興趣的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還蠻有緣的 因為這次跟夏日樂遊有第一次合作 我當然會有點小緊張 覺得說會緊張說不知道我給的是不是導演要的 或者是我給觀眾的是不是大家期待 有沒有達到大家的期待 或者是會不會幫電影加分 這件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剛好我覺得夏日樂遊遊這部電影 他的場景是選擇在一個比較東南亞的一個島上 東南亞的生活的環境 其實我是最清楚的 因為我是生長在東南亞的一個歌手 所以我也剛好從小 我都算是我的童年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海上過的 因為我爺爺是開船運公司的 就是在我大概三歲的時候 我每天幾乎每天都會在海港 跟我爸爸跟我爺爺有空的時候 我都會在他們就是載著船 載著這個水手從大海載到這個內岸裡面 就是新加坡島上 所以我覺得海跟水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貼近自己生活的東西 而且是在島上的生活 然後我就會想要說把很多這些我小時候的一些回憶 小時候接觸到音樂 接觸到東南亞的一些音樂樂器的元素 把它放到這張整個電影配樂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緣的事情 一開始我跟馬島有其實很密切的溝通 他也很清楚自己在這部電影配樂的一些要求 剛好也達到共識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是一個非常喜歡比較live的感覺 就是比較無差點的 大家可能從頭到尾看這部片子的時候 會發覺到其實採用很多民族樂器 包括像西班牙吉他彈法 或者是在每次蝦米出現 在他這個夢遊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手風琴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手風琴是一個能夠帶出一種女生的漂亮 女生的溫柔這一面 當然也可以有一種 因為他是很活躍的 他是很有層次的一個樂器 而且能夠代表是一種在做夢的那個狀態 因為他在夢遊的時候就會想說 給他一個手風琴的這個主題曲好了 這是我覺得在這部片子比較有趣 比較好玩的地方 每一個角色都會有他自己的獨特的 有樂器跟音色 比如說Eddie彭宇願 他每次出現他就是很大啦啦 然後有就是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很 非常的浪子 然後又是在裡面常常用到流氓這兩個字來形容他 我覺得這是一種男人的帥氣吧 就是他在裡面扮演的這個角色 我就決定說 那給他一個比較man一點的樂器好了 就是西班牙吉他 然後一些非洲鼓 每次出現在打架 常常打架 所以就是有一些比較狂叫聲 有非洲的叫聲比較freestyle 比較沒有受限制的 這部片子的音樂就是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自然跟融入生活 然後又比較隨意 即興一點 可能因為我是一個流行歌手 流行音樂人 所以我其實非常注重旋律 旋律能不能夠扣人心弦 能不能夠讓大家記得住 那這個是我覺得在配樂裡面可能 不是每個導演都會去注重的 也不是每個觀眾在看的時候 會去特別關心的 但我覺得只要是一個好的配樂 好的音樂的時候 一定能夠感動到觀眾的 一定能夠讓戲更好看 一開始介紹彭玉燕出現的時候 然後他們第一次對演 果然是冷的 那個時候我覺得就是音樂應該要搶劲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那個唱出來 那個字唱出來 他把當時Andre Baby對彭玉燕的那個印象 爛人這個東西把它加強跟放大 那個是好笑的 那個是會有一種誇大的喜劇的效果 我覺得其實要整部片子的配樂 其實老實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可以做一首歌一兩個首歌主題曲 其實這是我覺得最拿的首很順暢的 但是當要把整部片子當作是一個大作品來看待的時候 整個過程其實還蠻辛苦 因為有很多改變 畫面一直在變 然後我們在跟著畫面走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決定會變 可能有些歌曲已經設好了 已經寫好了編好了 可是後來剪出來的效果 又感覺有衝突的時候 我就會跟馬島一起討論 然後他也會有自己他的想法 所以就會變成說 可能有些作品是要重新再編的 要重新再去寫的 比如說我們在交代夏米小時候 在海裡失去父母那一幕的時候 那個就不能有太多的樂器 而且你鋼琴彈下去的那個速度 必須慢一些 緩慢一些 因為音樂人的角度去寫這首歌的時候 你會想說把一些空白的地方填滿 可是在這些有畫面的搭配之下 你必須看著畫面 你必須感受那個畫面 有些時候你要停下來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 會有一些其實我們還蠻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開頭的那個片頭 或者是有一些畫面是因為後面 其實有很多變數 比如說有些地方是導演後來剪掉的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過程 那個是必要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覺得 我也不會太覺得太遺憾了 我覺得口笑是一個從來沒有玩過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最新鮮的 這個是觀眾聽到的時候就會記得的一個東西 而且很少人玩口哨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我個人個人吹口哨還不錯 我發現我自己吹口哨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吹口哨比唱歌還難 你必須要有情緒 所以我覺得吹口哨是非常需要很專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很適合 很適合這樣的一個主題 夏日樂悠悠的那個海風的感覺 配著海風啊配著海浪啊 很自在很悠然的感覺 每次看這部片子 我都會很感動 我都會甚至會好像要流淚的感覺 甚至自己看的時候會在家裡哭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部片子其實 它是很深的一部電影 它有多過於它表面上面 表面層面的大家看OK 是一個輕鬆的愛情喜劇 但是你如果再用更多心思去看這部電影 其實你真的會把自己的故事放到裡面去 你會把很多它提出來的一些現象 比如說他們情侶在吵架的時候提出 男生是怎麼樣 女生是怎麼樣 個別的個性跟個別的一些要求跟需要 放到自己的生活中 所以我在做這一部片子的時候 我必須把內心深處的那個感動帶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個人最珍惜的一款 夏樂悠悠 在它很開心很開朗很輕鬆的下面的那一層 是我所謂我希望能夠透過主題曲表達出來 為什麼主題曲不是一個很熱鬧的歌曲 它是一個非常深情非常痴情的一首歌 從前有個漁夫 愛上了一個女孩 但女孩總是把心藏在海底 女婦怎麼樣都打撈不到 自豪把自己變成一位廚師 她試著把女孩的心做成一道甜點 開始就把你假裝捧在手心裡 開始就把你假裝捧在手心裡 男人最要面子 男人最壯是什麼 面子 對面子 女人最要面子是什麼 看著你傷心 陪著你傷心 看著你哭 我陪著你哭 是我的世界的威脅 讓我用盡所有力氣 只有你傷心 我最堅持的聲音 我最堅持的聲音 就是你愛你 你愛你 你愛你 還是 不想愛你